另外一方面 国民党的台东县长参选人 也是议长饶庆林 在中秋节这一天 特别前往了各社府单位 和弱势长辈们一同过中秋 除了和沐昕学员们们 一起做月饼和凤梨书之外 也特别来到了仁爱之家关怀长辈 希望给长辈们一个温馨的中秋佳节 为了关怀台东弱势及社府团体 议长饶庆林特别在中秋节当天 前往沐昕智能发展中心 仁安基金会及仁爱之家等 送上关怀与祝福 议长饶庆林不但与沐昕的学员 一起做凤梨书 陪伴学员过中秋 也到仁安基金会 向所有的朋友问候与祝福 随后也前往仁爱之家 陪伴院内的长辈一起享用月饼 还亲自推着餐车 送上餐点 能够给各位一个美好的中秋节 那我们台东将来 我们也非常感谢曹处长 在这几年在志峰 在社会方面呢 结合了我们社会团体 比如我们的仁安基金会 结合了各个宗教团体 死记 佛光栓 相当多的这样子一个社会上的爱心的力量 我们特别感谢仁安基金会 未来我们还希望能跟您做更多的合作 能够让台东的街友们还是能有一个舒服的地方 可以让他们稍微休息 那也让大家能够有个互相 有应该是说有朋友的地方 我们希望让台东成为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议长姚清凌表示 台东的社福应该要整合资源 协助基优志工团队来茁壮成长 投入社区 照顾并关怀高龄长者 完成老友所养的安养问题 他也期盼 透过温馨的祝福 让台东的社福团体 感受到满满的爱 记者潘俊海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